近日,流水席之乱,闹得沸沸扬扬 事情起因来自号称福大陈若仪的准新娘 凯莉在匿名二公社发文轰准福佳 嫌弃未来福佳是乡下人 婚礼若敢办流水席,她就要退婚 在南北的激进言论和孤嫂大战引起全网哗然 更让许多名人跳出来相挺流水席 就让小编整理流水席大战 懒人包,让你一次看懂 凯莉还说自己从小在美国读书 不吃路边摊,也不逛夜市 吃饭都是在餐厅 流水席在路边搭棚煮食跟路边摊有什么两样 准新娘还说 有人说流水席CP值高 吃饱还可以打包 打包吃剩菜不就等于吃厨余 乡下人真的有穷到这种地步 更只出正商名流办婚礼 都不会选择流水席 看到准新娘发文未来福佳 未来的小姑不忍了 也跳出来大战准新娘 表示流水席的钱都是爸爸要出 小两口等着收礼金就好 还说小两口买房子 爸爸帮出六百万了 哥哥出三百万 凯莉只出五十万 却吵着要把房子登记在她名下 小姑晒出 和准嫂嫂的对话 表示我爸帮出六百万 房子却要登记你名字 而我爸却不知道 我要跟他说这件事 若他同意我没话说 后来凯莉直接呛名 一 收回六百万 二 眼科办流水席 只要你们敢这么做 我就退婚 看到时候那些空桌 是要给谁做 丢脸的是你们 后来小姑真的去告诉爸爸 准公公知道后 决定收回赞助 让准新娘抱气 你们家的人真的很恶心 说 当初福家说好要赞助买房费用 结果又出而反而 未婚夫却坑都不敢坑一声 还任由自己的妹妹欺负我 这种男人真的是个没担当 没肩膀的烂咖 我还没嫁过去 福家的人就不断给我下马威 还跟我父母告状 说我的不是 然后现在全部的人都在怪我 为什么 我就该受这样的委屈 我从台北远家高雄 已经很辛苦 为什么 还要被那些自以为是的 乡下人欺负 今11日 最新一篇发文 则是证实 婚结不成了 凯利认为自己被诈骗 当初 男方家人说好要给六百万买房 却又翻盘 根本就是想骗我结婚的手段 这跟诈骗集团 有什么不同 奉劝所有想迈入婚姻的朋友 千万别相信 非原生家庭的人 所说的话 因为不是亲生的 就是真有差 便以为结不了婚 以为这次流水席之乱 画下句点 没想到 小姑又再度跳出来爆料 跟我哥 讨一百五十万分手费 这女人到底怎么了 原来 凯利私下传讯 给无缘未婚夫 表示 不结婚就等于分手 我为你付出三年多的感情 真的浪费了 六百万就算了 但你必须赔偿我精神 感情伤害损失 你给我一百五十万哦 以后我们各走各的 尽向无缘的老公开口讨 一百五十万分手费 再度引战 欢迎讨论